有了中第三打造型火紅蝦漆 第三頂公司除了利用噴來生產火災 生火災讓頂民來淨火以外 也在河北調教旁邊向農民造了殘地 在營火期間建了各種品種的火海 現在夏天就要來搞改淨和火 在未來幸福的時候 可以先為第三新的打卡金點 剛做臨完對著農民的腳步 來將一層還有一層的營火進在產裡面 主要來搭造一片的營火火海 跟上位在第三葉北調教旁 在夏天營火盛開時 所打破開的風景是很美的 剛剛種荷花這個地方 原本是種印材 然後農民感覺到我們這邊夏平吊橋 它有一個營造 整個環境的營造 像現在這個時間是垂枝女針 接下來這個荷花 接下來年底在波士局等等各類的花 讓我們一年四季都有一個很好的環境 符合到我們整個花園城市的一個目標 歡迎大家隨時來我們夏平玩 第三葉北調教旁的營地 原本是營火期間是第三營公司 向農民新造進入各種火星的火海 來搭造給民眾怕救火 美麗風景區 現在夏天準備來搞工作也來改進 營火 我們種植的面積大概有六分多地 有九百顆的這樣的一個 荷花 那我們大概就是一米八左右種植一顆 因為要預留它能夠長出來的一個空間 那等到六月底盛開的時候 這荷花田就是一個最美的一個畫面 希望到時候大家不要忘了 好 一定要來這邊散河走吊橋 看看夏平地區的風光美景 荷花田城市就是要帶我們鐵山 搭造一個有火的地方 我們今天有看到 在我們夏平吊橋旁邊已經有做的垂流 現在在這五月辦一個白色情人節 火也開得很漂亮 所以國家庭在我們夏平的這個地方 存出一個六分地 種九百顆的荷花 在六月份就可以算開了 希望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全國 都來參觀來看看 因為鐵山已經跟以前不一樣了 實在有進步 過年會前大約有六分地的地 一定進到到百多層 一張鼓勵差不多一米白的空間 希望未來夏天時幸福的風景 希望可以去郵客來試圖 跟上邊的調教來提醒觀光好意 也行為第三星的打卡經典 今天算差不多